因为在台湾Google热门搜寻关键字上面 竟然出现的是移民两个字 好像是在开完票之后呢 台湾很多人都在查 什么时候移民赶快来移民 是不是对选后太失望 都想要逃离台湾 那赖政府上台 其实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 两万关系有可能会有多坏情况 最快就是 最坏当然就是战争 然后兵凶战危 那就是不确定性 那充满了就是非战争 非武力 非和平方式的 非武力的这些动荡 那这个动荡有经济动荡 安全动荡 人心动荡 国际动荡 是 你大概都已经 初略都看到了 蔡英文时期就已经 有部分的呈现 但是呢现在开始 520之后 这四种动荡 经济 安全 人心 国际 都会提升 我们看到经济学人 把台湾当作全世界最威胁的地方 已经不知道多少次了 连续四年了 对不对 我觉得两岸走向平稳 对话 这已经是不可能的 在赖清德论内 我觉得不可能 因为那个要有信任 赖清德就算讲了 我遵守九二共事 已经不会相信他 你知道 对他的信赖度 已经非常非常的低了 当然他不可能这么讲 我们看 陈水边讲四部一没有 对 然后呢 隔了一年多 他又变成一边一国 那满有是讲不同 不独不武 这个是说到做到了 那可是那个时候 他说和平协议 他愿意去讨论 结果呢 后来马上修正说 要全民公投 就从此把这个和平协议 给放下来了 他还感受到 反对党或台湾民意 对这个事情的 敏感性跟压力 那蔡英文在 二零一六年讲 九二历史事实 这似乎好像回到 九二共事 当然不是 结果到了二零二一年 他的演说 就讲到互不隶数了 所以 我觉得两岸要和缓 对话 基本上已经是 原木求鱼了 那只不过是在 这样子的一种 动荡当中 如何管控 避免擦枪走火 那这个当然一方面 我觉得 柯建民说 韩国瑜当选 是国安危机 我觉得刚好相反 今天如果是民进党 以他少数党 而又当了院长 那才叫真正国安危机 你就释放一个什么讯息 也就是整个倾向民进党 表示说民众党都要跟民进党去结合 不过今天我们看到报纸 差点有这种可能性出现 对不对 所以未来这个三党之间的三党演绎合纵联合 还真的很难讲 那当然大家都在池塘里面 茶壶里面的风暴 都没有人真正的在意我们关键的政策议题 或者是两岸关系 或者国际局势的大的变化 真的除了中天电视台 那我是觉得 其实现在情况就是川普上来 马上今年年底是川普或拜登 如果是川普上来 因为川普基本上就是极端 极端 他有没有极端的自私 孤立主义 他要不然就极端的 比肩 这种代理战争 要把你给拖到拖下去 但他自己不会去介入 所以他的不确定性是非常的高 对台湾来说非常威斥 共和党或者是新保守主义 不一定代表川普 因为这个人太特殊 而且他不需要再连任 很难讲 那当然他也会受到他内部的牵制 第一个川普是极端的 第二个呢 接下来就是习近平 会不会有第四任 如果习近平没有第四任 他的第三任 他可能就把台湾问题交给下一任 但如果习近平有第四任 我觉得他一定会在第四任 去处理台湾议题 那再接下来28年 如果又是赖清德 所以你看到 24 27 28 我不是在报名牌了 那28年如果又赖清德 我觉得川普一定会抽手了 因为他知道这个台湾问题非常危险 因为他是个极端的 而且他很自私的 他强调交易的 他会抽手 他不会说 他绝对不会说 我要去军事保卫台湾 他一直都没有承认过 他上次访问就不会说 他如果没有第四任了 对不起我打断 他如果没有第四任 只有第三任 那么他第三任 他结束之前 台湾这个问题上面 他一定要有成绩单出来 也有可能 一定要有成绩单 否则他将来 赵老师讲的是习近平新主席 所以这个时间点是在 2027年之前 对他如果说刚才那个永明说 如果没有 不再做了 对 就像当年邓小平 他把香港跟澳门 他已经谈好了 对 他可以交给江泽民 江泽民收货 去香港 所以回归澳门 你想想看 习近平如果到了 2027年 他决定不做了 然后台湾问题 就是这个样子 将来他在历史里面 定位里面 在他任内 一个主张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坐上了这个 这个总统的宝座上面 这是他的成绩 他将来 他将来在这个问题 他怎么交代 他的现代化做得再好 中美关系再得最好 这个是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很难想象 不过又另外一种解读 因为那个时候 赖清德还是第一任 而且那个时候 赖清德一定情势不好 对啦 我说假定他不再做了 对 我说假定他就是 所以 而且 2027年就 就真的 要用非和平方式 处理台湾问题 其实这个成本代价是高的 对各方 任何一方都是 那因此呢 只要这个情势 还是在管控之内 那美国也这边也表现出 在这个议题上 他愿意退 这个时候北京一定不断的 不只是对台湾施压 他会对美国施压 对不对 美国也在 美国也在试探 苏利文跑去跟王毅 在曼谷见面的时候 就派一个美国的军舰 那个叫江菲 1月24号 穿越台湾海峡 派一个美国高官来 然后呢就让 AIG的主席 罗森波哥 在记得会议里面讲 2758号 没有决定台湾的地位 美国也在试探 你觉得北京看 你再两次 你根本不是来管控 你是来刺激的 你不是来向北京保证 你是向台北保证 那这样子的话 他一定会有些回应 我觉得美国到目前为止 他反而是向台北保证 向赖清德保证 我会来维持这边的稳定 那甚至都讲到2758号 这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虽然王毅是驳回去了 面对国大 这个联合国大会主席的时候 可是 没有什么太大的 就是美国没有收到这个讯息 也许他就把这事情放下来 这很严重 对 我接下来请教一下介大师 我们刚刚听到说 赖清德其实很多人认为说 他在两岸还有在外交的事务上面 并不是那么的熟悉 没有那么多的经验 再加上呢 面对像这么诡决的两岸的关系 最后他会直接就听美国的呢 你怎么看 他现在就听美国的 他不听美国不行 因为美国他 我想他坐到这个位置 他就知道 就刚刚这个杨教授讲的 全盘接受 美国从他的利益出发 他是不会让你赖清德 有太多自由裁量的空间 那就是台湾的现状 现在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那你这不同不合不 是美国不符合美国利益的 你要立刻把台湾的台海情势 这个拉伸到一个 这个临战的边缘 不符合美国利益 所以美国不会允许他 在两岸的关系 台海的情势上 让赖清德有任何的主导权 那基本上大方向是美国要控制 那所以我觉得美国是台海 他是他到目前为止 我想就是说 维持台海的现状 是符合美国 基本上国家利益的 并不表示 美国永远这样子 台海维持现状 永远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有一天美国会发觉 台海打一仗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时候 他马上就叫你打一仗 很简单 赖清德就拿到绿灯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美国 美国人在操控的 所以外在力量的制约 事实上可以看得出来 对于台湾的这个 这个领导人的话 美国是强力制约的 那所以呢 不管是谁 坐在今天凯达格兰大道的 美国人是要控制这个人的 不会让你有自由裁量空间的 出发点是美国的利益 目的也是美国的利益 所以我想赖清德目前 正在接受震撼教育 对那最后他的震撼教育的 这个验收成果 要看520他怎么说 最近他非常的 非常的 这个非常非常的 席化如今 我想也在也在思考 那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 一个过程 就从1月13号 到520的中间 随时都可能生变 那这个中间 美国控管是非常严的 所以说赖清德这个人来讲的话 他的主观意愿 他是要台湾独立的 他是要把中华民国体制终结的 这是他的政治意识形态 可是呢 客观情势他是做不到的 他要做的话 那他可能他就是 陈水扁第二的下场 对 那 这是美国对台湾的控制力 就展现在这个地方 不过我觉得就是说 这一次台湾内部民意的改变 也就变成就是说 其实就是说赖清德的选举 你今天去检讨他的有什么政见的话 几乎是零 只有一个 外部戒选 中国大陆戒选 还是要把两岸的因素 台湾跟大陆的关系 拉进到他的选举主轴里面来 那这个选举主轴 国民党当然打的是 这个打贪 防腐打贪 那这个民众党打的是 这两个党都已经 应该要扫尽时代的潮流里面了 他才能有新的台湾政治文化 要新的一代 所以呢可是民进党的主流 还是两岸关系 还是打台湾的台独的台湾意识 台湾主体性台独意识 这种不同的包装 本质还是打这个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其实在影响台湾 这个政治走向 其实民进党还是很清楚 他能够把他这群支持的人弄起来 还是要搞两岸关系 所以两岸关系在台湾的整个 那台湾人民在做重大选择的时候 他还是很重要的因素 那可是这一次你就可以看出来 他这个台独基本教育派 只剩下百分之二十八的人口 只剩下百分之二十八了 这个民意的转变 是我们关心两岸 关心我们认为很重 我认为是很重大的转变 那很久以来台湾社会 包括主张终极统一的国民党 也从来不太讲 所以两岸关系的终极 终极的结果是什么 所以其实去年我记得年底的时候 我们国内有一群这个关心台湾前途的 办了一个国际研讨会 前新加坡外长杨文荣提出了两岸的 所谓的邦联或者联邦社 这个是我看最近在十年 才终于有人在台湾方面又开始讨论 两岸的终极关系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现在在台湾 应该开始这个讨论 因为年轻人刚刚你看出来 台湾的未来逃不出两岸关系这个架构 台湾的所有未来发展 都在两岸关系的架构 这个框架这样 这个框架不确定 任何风吹逃动 就是移民就是资本外移 那以现在赖清德 他这个政治背景 在主导台湾的政治化 事实上是最危险的 大家都知道 他暴冲起来的话 真的我们今天过去几十年努力 也好可能化为一旦 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 很多人认为说 哎呀是因为美国制约的因素 我认为不是如此 而是两岸同文同种 都是沿航子孙 中国近代打内战 打的教训还不够吗 还要自己中国人自相残杀吗 我觉得是这个历史的经验 在制约中国大陆 对于和平统一的坚持 那另外以后就是说 两岸总有一天 会有一个结局的 那如果结局是一场 这个是在这个 战争的灰烬 从战争的灰烬里面 重新再走出一条路的话 这个是我想大部分中国人 不可以看到的 所以我不认为说 今天美国有克阻能力 台湾又怎么样 又买了几中队的F14 是两岸不会打仗的原因 我有两岸最不会打仗的原因 你倒是对中国历史的了解 关心中国中华民国 未来的这个大部分的有志之士 大家不愿意看到再打内仗了 再同足相残了 让日本人高兴 让美国人高兴 我想这才是主要原因 可是有人真的要搞台独的话 真的要把这个法理台独实现的话 那就没选择吧 那非打不可 所以现在所有的强制手段 所有的这种武力的展示 是避免战争的发生 而不是在表示说 我要准备战争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本质的差异 我们被西方媒体洗脑太久了 不要相信西方那一套 我们要从自己的经验 我们自己对我们的文化 跟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的了解 我们来判断这个情势 我觉得判断比较久 那最后的话 台湾的民意不是铁板一块 民进党从他开始到现在 只剩下28%的老百姓支持 也是台独在台湾的市场 是越来越小 什么原因呢 当然还是物质条件 两岸的这个 这个物理的实力的差别造成的 可是物理的差别 并不能造成最后怎么讲呢 你有一个和平解决的一个结局 这个最后还是要怎么讲呢 要很清楚 让台湾老百姓知道 最后 那个最后的结局 他对每一个人的 权力 义务跟生活的内涵 跟生活 对未来的愿景 会产生什么样的改变 这个最重要 要很清楚的 有一个图像出来 才会比较有说服力 刚刚介大使有提到 520赖清德的就职演说 我接下来请教一下赵老师 因为很多人拿赖清德跟 陈水扁2000年来做比较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属于 比较倾向台独 同时呢 两个人也是少数总统 但是呢 陈水扁他的就职演说 在当时呢 他有提到说 他曾经收到了 有一张来自于对岸 有力人士的小纸条 希望他在两岸 就职演说的时候 提到两岸一中的字句 那后来陈水扁他自己解密 他说这个人呢 就是中国海协会会长汪道涵 他还秀出了这张的纸条 所以我请教一下 赖清德今年520的就职演说 会不会也有一张来自于中国的纸条 或者是会有 来自于封美国来的信呢 你刚刚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那就是我希望有 因为两岸的关系啊 从李登辉时代 他就有一种通气嘛 当年李总统有密室嘛 这个都已经公开的资料 包括96年台海危机 连美国都搞不清楚 但李登辉心里胸有成竹 就亚巴旦嘛 对不对 所以当时 克林顿 3月份 他派了一个航空母舰 战斗群 来的时候 我想克林顿他一定不知道 李登辉当这个时候 跟北京方面 跟江泽民方面 他们是有联系的 陈水扁时代也是一样嘛 你刚才提到嘛 那个纸条 陈水扁自己讲嘛 是吧 我了解是有 他们是有 那王毅夫当然跟 跟他们都 跟民进党这方面 都有联系的 这个我知道了 他们 那包括蔡英文 在就职典礼之前 那这个 我想 当时 我在我书里面也讲 我也去北京那一趟 那么 也把大陆一些想法 提供给 蔡总统来参考 那所以不管怎么样 两边如果有气 有这个通气 总是会避免误判嘛 那如果你没有的话 两岸之间没有的话 那就靠美国了 美国他这个时候 但是美国他有时候 是求援兼裁判 求援兼裁判 那 那这一次520的这个 在他就职之前 会不会跟大陆方面 会不会有什么管道 我不知道 到现在来说 我不知道 那 如果没有的话 就像你刚才讲 那可能就是美国了 美国在中边 来下这个指导 来下指导期 不过刚才两位也提到 我记得是有名 有名是提到吧 那520 即使现在 那要讲什么 那北京方面 是不是真的相信 我都怀疑 因为北京现在 已经把它定性了 已经双毒 一个毒 再加上另外一个毒 他们把那个 小美琴 也加上那个毒 毒上加 毒上加毒 双毒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可能要做出 更大的改变 我常常跟大陆方面讲 但我们现在 也不要再低估 赖清德 也真的也不要太低估 我都了解 所有这个政治人物 他有时候选举讲的话 跟他上台有讲的话 他有时候形势所迫 他是不一样的 不要说我们台湾 你包括在 你看像尼克森也好 像过去的雷根也好 对不对 他在职的时候 跟他在野的时候 都讲话都不一样了 我想大陆过去 他常常很难分辨你的 是选举语言 也是政治语言 但这几年来 因为我们在选举 他看多了 你知道 他也慢慢 慢慢慢慢 他也能够理解了 他也能够理解了 我想这一点 我想刚刚再补充一点 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什么 你知道 刚刚提到了这个 我这两岸现在 其实最危险的问题 因为过去八年没有交流 这两岸人民之间 其实蛮生疏的 所以你看现在网民 这个对撞 那大陆现在能够把它压得住了 反而是靠 这些精英 靠习 靠习 我最近去大陆参加了一些研讨会 我真的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发现 几乎主张和平的人 解决问题的 几乎是少之又少 过去我以前认识的朋友 都是主张和平的 但是现在都是 都是武统论多 真的是 但是习 他毕竟他的制度跟我们不一样 他能够看全局 然后他能够做这个决定 我还是坚持一下和平统一 但他能够坚持多久 我是怀疑的 能够坚持 因为这个大陆 我们说要民意的 大陆他要考虑他的民意 是 他的民意是因为跟他权利有关 所以这点很危险 而这几年来 因为没有交往 像我们老一辈的人 都有来往 不打不相识 我们已经 各位其主 已经搞三四十年 而这些人都来过台湾 他们心里不讲 其实对台湾的印象都非常好 我自己知道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 民间的交流其实是非常好的 根本就没有交流 不要说是大陆那些 不要说台湾这些年轻人 他没去过大陆 根本没去过 八年九年都没去过 尤其很多绿营的人 他根本都是从 你刚才讲的认知 从里面来了解 所以才会讲出什么 没有靠背 什么火车上没有靠背 讲这种什么 什么茶叶蛋 讲出这种话 茶叶蛋都没得吃 这种话出来 那你不要以为我们这边 大陆也一样 大陆年轻的这些 研究台湾问题 他跟你没有什么感情 不像我们老一辈的大家 他没来过台湾 所以他也是 也很强悍 他也是主张 赶快 这个 玩打不如招打 小打不如大打 赶快问题解决了 很多人都说 你们会发现 赖金的当选很好啊 是不是 问题早上一定解决 所以还是要有对话 有交流 所以我认为 一定要对了 我希望两岸 尤其赖金的上来 他一定要了解这一点 一定要交流了 最近邱毅仁 最近讲一遍东西 也讲得蛮好 因为邱毅仁他现在 在选举的时候 他在操盘嘛 他最近前天 他发表一个说法 他也知道赖金的上来 不介绍九二公司 两岸没有 就不可能会对话 可是 他强调 一些民间 一些社会团体交流 这个一定要继续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 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 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 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 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勾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